欢迎回来 前面在第二节当中 我们谈到了 项目退出的最核心的 也是首选的方式 就是上市 也就是IPO 或者是挂牌 那么在很多情况下 目标是上市 首选是上市 但是上市这个路走不通 那么就选择其他那种方式 那么就是股权转让的这种方式 那么在第三节股权转让退出里边 有五个考验 分别是理解非上市股权转让的基本流程 二了解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的基本情况 三理解国有股权非上市转让的特殊的一些要求 四理解并购的流程和方法 五了解回购的流程和方法 注意这里边并购和回购的区别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 理解非上市股权转让的基本流程 那么在谈这个基本流程之前 在这里边谈一下这个股权转让的概念 那么在整个教材当中 特指非上市企业的股东 依法将自己的股份让渡给他人 使他成为公司股东的民事法律行为 注意是非上市的企业 如果要是上市的企业 在这里边就不是指股权转让 所以这种非上市企业的股东 比如说我们的股权投资基金 股权投资基金 很可能就是这种非上市企业的一种 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股东 那么他这种股东并不是为了一直持有股票 在一定时机的时候需要退出 那么这种转让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退出方式 那么为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的这种股权转让 当然要首先符合法律当中有关的这种规定 对于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转让分为内部转让和外部转让两种 所以是有限责任公司 那么内部转让是指股东之间相互转让股权 外部转让是现有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 所以内部转让和外部转让都顾名思义 一个是内部之间的 一个是内部和外部的 两者的区别在于 外部转让一般需要征得其他股东过半数的同意 而且其他股东要放弃优先购买权 这个是需要注意一下 因为原来的这种有限责任公司 本身这个股东的数量就并不多 我们这个公司法律边也规定了 是50人以下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要是把这个股东转给股份 转给另外一个 假如说是自然人或者另外一家公司 那么另外一家自然人和公司 是不是在竞争上 或者是个人关系上 和原有的其他股东有一种矛盾 或者是有一些利益冲突 很有可能 其他股东是不愿意让你把这个股份转让给其他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有过半数的同意 而且即使是同意的那些原有股东 其他股东还要放弃优先购买权 因为其他股东在股份转让这个环节上 是有这种优先购买权的 这也是为了保证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受到损失 那么外部转让股权的程序呢 有六个步骤 内部转让相对来讲显谈一些 都是自己人 只不过是我的多一点 你的少一点 我们互相转一转 那么外部转让呢 就是相对来讲复杂一些 股权转让交易呢 双方协商并达成初步的意向 这是第一步 这是一个初步的意向 然后呢 转让方和受让方呢 进行初步的谈判 签署一些叫做什么 意向书 约令设让方对目标公司 开展尽职调查的一些相关安排 设让方在一个心间内 独家谈判权 以及双方的一些保密义务的 所以像这种尽职调查呀 谈判权呢 独家的谈判权保密呀 其实我们在前面啊 禁止调查当中啊 也谈到过一些 整个这个 第一章的这个流程当中啊 多少讲过一些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聘请中介机构 对目标公司进行禁止调查 按照股权转让一项书的约令啊 股权受让方可聘行法律财务呃 商务啊等专业的中介机构 对目标公司进行禁止调查 就是你这个外部转让 也不是说两个人啊 谈判说好了 然后直接就签协议啊 并不是这样 也涉及到一个禁止调查的问题啊 三 旅行必须的法律程序啊 转让方啊 这股权转让 必须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啊 有些股权转让行为 需要得到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啊 呃 这个也是需要注意一下 呃 你特别是一些啊 比如说啊 本身这个股权啊 是里边有是有一些啊 政府的股权在里面啊 比如说政府也参股了啊 其中的一部分啊 呃 或者是啊 这个行业啊 或者是这个这个区域啊 是受到某些政府的一些特殊的政策在里面的 那么你在这个时候也需要政府主管部门 他同意批准你转 你才能转 他不批同意的话 你想转给外部人也不可以 然后四 转让方和受让方进行谈判 并签署啊 协议啊 五 呃 协议签署后 目标公司就能根据所转让股权的数量 注销或者变更啊 转让方出资证明 向受让方签署出资证明 并修改相应的啊 章程和股东名车 因为你这个股东名车里边啊 这个已经转让了 就好像我们这个房产手续 到最后 这个房证上的名要改一改啊 又向工商行政部门申请公司的这种变更登记 这是外部转让的几个步骤啊 总体来讲啊 就是不是说两方签订协议啊 谈判签订协议就直接就转让 中间呢还需要一些步骤啊 比如说 禁止调查啊或者是一些政府部门的一些批准啊 或者是接着呢就是一些相关的公司章场股东名车 工商行政的一些变更 那么第二个考点呢 就是了解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的一些基本情况啊 那么我们国家目前的这整个资本市场呢 分成这么几个层次 一个是交易所的市场 这个是公开的市场 那么叫主板创业板中小板 以护身两个正清交易所为主 另外一个呢就是场外市场 我们这个交易所市场呢 把它称之为场内 场内市场 那么这个这个场就是交易所的意思 那么场外市场呢 也分成两个 一个呢是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也就所谓的新三半 另外一个就是区域性的股权交易市场 那么这种区域性呢 往往可能是某一个省或者市区 某一个地区 它的这个这种股权那种交易 并不是全国的 从性质上来讲 它也是属于场外市场的一部分 那么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呢 所在的地省级行政区域内的企业 特别是为这些中小微企业 提供股权债券的转让和融资服务的 这种场外交易市场 接受省级人民政府的监管 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为区域性市场提供业务指导和服务 这个地方是需要注意一下 就这种区域性的股权交易市场呢 它不归证监会管 一个很很重要的一个市场的一个 很多人的一个错误的理解呢 就认为这种区域性的股权市场 是不是由证监会的派出机构 比如说证监局去监管呢 不是这样 而是由省级人民政府 那么证监会和证监局派出机构 它只是提供一些业务上的一些指导和服务而已 那么区域性的交易市场 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支撑部分 这个多层次就体现在这个交易场内和场外 有主板 创业板 中小板 新山板 以及一种区域性股权 对于初一任企业 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股权交易 和融资 鼓励科技创新 激活民间资本等等 有一些奇迹作用 这个最后一段 这其实就是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的作用 那么这里边也是对我这个场内市场 以及这种新山板市场的一个有效的补充 毕竟这种新山板也好 还是交易所交易市场也好 它的市场容量是有限的 绝大多数的中小微企业 它上不了市 也挂不了牌 那么它要想股权转让 内部转让 它可能这个人数比较少 它满足不了股权转让的要求 这个流动性怎么办 所以这种省级人民政府监管下的 这种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 就可以为这些企业 提供一个争计 这种股权流动性的这种场所 在这个市场里也挂上牌 也有它的一个名 这样很多人到这个市场里边 比如说想买股权的 到这市场里面可以去找一些好的公司 想卖股权的人也可以到这个市场里边 这样买卖量能增加一些 那么第三就是理解国有股权 非常是转让的一些特殊要求 国有股权除了符合公司法的一些规定以外 还要符合一个 企业国有资产交易先度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因为国有资产比较特殊的地方 就在于国有两个字 它并不是某一个人的 或者是某一个企业的资产 所以呢 如果你在这里边 没有一个监督办法 没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去监管的话 那你就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其实呢 国有资产的流失呢 前几年的时候 包括从改革开放开始 一直到2020年的今天 国有资产一直在不断的流失 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会产生这么多的富豪 很多的富豪啊 都是在国有资产的这种改革当中 进行的那种原始积累的这种政治 那么很多优质的国有资产 被那个廉亚低亚的转让给个个人 或者是种股权呢 以非法的形式 或者是那种间接的那种形式 绕开这种监管 取得那种国有的股权 那其实就等于相当于 亲通国有资产 那么这种情况呢 其实是在前苏联 以至于后来的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 非常非常的盛行 那么俄罗斯的原因的这种国有资产呢 也是都留下了相当多的一些大富豪的手艺 那么具体的特殊要求呢 是这样的 第一个有个审批环节 国资相关机构 国资相关机构呢 其实就是国资委 国有资产管理委 或者建筑管理委 简称叫做国资委 我们如果要是仔细看一些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话 你就会发现相当多的国有企业的 这个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就是国有资产管理委 你比如说以 资产基床为例 资产基床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国有企业 它是一个上市公司 如果你要去按这个F10 你简单看一下它的控股股东是谁 资产基床的控股股东是资产基床集团 这个集团下面有很多企业 那么资产基床是其中的一个核心企业 是上市公司 旗下的一个 那么资产基床集团的控股股东是谁 那是资产的国有资产管理委 所以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国企 实际控制人就是国资委 那么所以如果资产基床的本身的这种股份 要去转换的话 转让的话 那么你这就设定了一个国资委的审批 那资产基床是上市公司 那有很多国企它不是上市公司 同样的话 这里面也涉及到一个国资委的审批的问题 那么因股权转让 是使国家不再拥有所处置企业的股权的 那么需由国资监管机构报本级人民政府审批 你这个股权转让 你把这个国有股全都给转出去了 你转出去之后 你这个企业里边 比如说40%是国有股份 你把这40%国有股份全转出去 它不再成为国企的话 那么你或者是国家的这个国有股份 一点都没有的话 那你给报这个省级人民政府去批准 这个就是报本级的 你要是市级的国有企业 你就报市级政府批准 省级的你就报省级批准 国家出资企业应当制定其子企业股权转让管理制度 根据审批权限 确定审批管理权限 其中对于主业处于股份系到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资企业的股权转让 需由国家出资企业报同级国资监管机构批准 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因为有些企业 特别国有企业属于国民经济很重要 比如说一些军事行业 虽然是民用的 但是也可以转为军事产业的 或者一些矿山资源 国际民生很重要的 所以这些企业的股权转让 你给同级的国资监管机构 因为很多国有企业规模很大 大的国企级别都很高 有些国企市级你根本就管不了 最起码你给省级 省级的监管机构才能跟国有企业 比如说国有企业的总经理或者董事长 这才是同级的 你要是到一些更大的国企 比如说央企的话 中央直接管的 那么你这个企业的最大的领导 那都是副部级的 所以这个级别是很高的 所以要报同级的监管机构去批准 这个需要注意一下 第二个就是国有股权非上市转让的一些审 自己和评估 需要由这个转让方 由这个会计事务所 对转让的这种标记企业进行审计 不宜单独进行审计 应当取得转让标记企业的一个 最近年期的审计报告 按照法要求必须进行资产评估 这种股权转让是一意义 转让方应当委托具有先应资指的评估机构 对转让的标记资产进行资产评估 股权转让价格应以核准或者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基础去确定 所以这里边就是防止股有股权的那种贱卖 我找一个评估机构 本来这是一个亿的股有股权 价值一个亿 我估价出来就是估价成五千万 我把这个一个价值一个亿的股有股权 我转给个人 我花五千万我就转过来了到我手里边 到我手里边 我这其实就等于正嫌一样 所以这种资产评估也好 包括这种审计也好 就是为了防止这种国有资产的流失 第三 转让的交易 原则上是通过产权市场公开进行 所以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招投标的问题 比如说国有股权某一个国有企业里边的国有股 我要把它卖出去 卖出去 放到这个产权交易市场里边 挂牌 然后呢 通过招标的形式 谁愿意买谁出价 转让发呢 可以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和工作进度 采取信息预批物 正式批物相结合的方式 通过产权机构的网站 分阶段 对外批物相应的信息 正式批物信息时间不得少于20个工作日 公开征集收容房 所以就目前这个国有股权转让的这个环节当中呢 相应的这种制度是有 但是呢 实际情况是很多自主优于形式 从会计师的这种审计 到资产评估的这个评估 以至于挂牌到产权市场上进行这种招投标 明的是招投标 实际上下面 参标的几个企业 也都是通过行为 包括领导收贵的这种方式 去拿到那种 最后是中标 或者甚至是几个企业恶意的去投标 这叫围标 到最后呢 使得不管哪个企业 那个中标 最后这个收益方都是自己 所以呢 相关的制度大家要了解 但是在实际情况当中呢 包括这种 即使是国有股旋转让 因为这都是 大家都知道 这都是一块很肥很肥的肉 是吧 这是国家的 很肥很肥的肉 他一转让的时候 这个就都涉及到一些个人的利益 谁都想吃一口 那么第四呢 就是转让价款的支付 转让价款原则上应当至合同生效之日起 注意啊 五个工作日内一次复刑 不见得说是一签合同 马上就交钱 稍微给你几天时间 五个工作日差不多就是一个星期的时间 然后呢 那一次复刑不能分成几次 然后金额小大 一次复刑确有困难的 可以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 你比如说这个股旋转让的是十个亿 你让一个企业一下拿出十个亿啊 也比较困难啊 你可以分分期付 那么呢 注意首期首付款啊 不得给予百分之三十 并至合同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支付 其余款项啊 应当提供转让价方认可的合法有效担保 并按通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延期支付款的利息啊 然后付款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也就是说你在一年之内把它交上就可以 那么五个工作日内先要交百分之三十 剩下的钱不仅要交 而且呢 因为你是延期交的 你还要加这个利息 是吧 所以你这个你百分之三十 你假如说是五个工作日内 你先把这百分之三十交上 剩下的钱你就一直不交 一直拖到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啊 你要交的话 那你就是百分之剩下百分之七十的这一年的利息 你都要给 所以这个是注意这个支付方面的一些细节啊 所以里面这个数字呢 就是经常考的这种考点 比较容易出题 然后第五 就是转让协议的这种效率啊 由于这种国有股权非常是转让 需经过这种特殊的这种审定的环节 所以这个效率呢 并非限定时就有效 需要有这个附加条件啊 各项审批评估完成之后 获得各个部门的批准以后才能生效 所以有些国有企业 国有股份的这种转让呢 签完协议之后啊 甚至打款首付款都交了 到最后也不见得能成功啊 比如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插说啊 里边的一些问题被揪出来了啊 或者是呃这个前期谈判的时候啊 这个领导还在你给个领导好数 这个领导也批了啊 然后呢啊在这个呃这个后继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比如这个清净合同的后面的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领导因为出出问题啊 已经被双规被双规的时候 这一查哎他在位的时候签了哪些东西 那么你好你这个国有股权 你下面就暂停嘛啊 因为你本身你这个最开始你注标又有问题 所以呢一定要各部门都批准之后啊 最后才能生效 这个时候需要注意点 这个效率 效率相对来讲也比较特殊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看一下第四个考点 就是理解并购的流程和方法 啊并购呢 我们经常提 而且这个呃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里边呢 很重要的一大类呢 就是并购基金 主要面向一些呃成熟的一些企业啊 那么这里边我们先谈一下并购的含义 那么企业并购呢 包括兼并和收购两种方式啊 呃两种并购的方式 那么兼并呢 是指两家或者更多的独立的企业 合并成一家企业啊 通常由一家占优式的企业 吸收一家或者更多的企业 也就是说大鱼吃小鱼 这一个行业里边有好几个企业 啊比如说四个 其中这个A公司规模大一些啊 然后呢 他把这个BCD三家公司都合并到一起去了 我组成一家新的这个企业 所以这个是叫做兼并啊 大鱼吃小鱼 那么收购呢 这是一家公司用现金股票或者赛券呢 支付方式购买另外一家公司的股票或者资产 获得该企业控制权的行为 嗯 那么你这个收购不见得是百分之百 哎 完全把你的股票都买过来 我只需买百分之五十一就行的啊 百分之五十一 那就是成为控股股东 那么你达不到百分之五十一 我达到百分之四十 那我可能是第一大股东啊 我保持这个第一大股东的这个身份也可以啊 或者是呢 我没有那么大的那个雄心装置 我既不想当第一大股东 我也不想当这个控股股东啊 但是我就想占你一个股份 我看好你啊 那我买个百分之十买个百分之五啊 这也可以这就是收购 但是注意啊 我们在这里面的这个收购呢 特质要取得控制权 那么你这个控制权的话 那就已经是百分之五十一啊 你要百分之一才能有五十一 五十以上才能有这个控制权 所以单纯从收购来讲啊 你可以说是满一点点 也可以啊 但是从我们这个教材的啊 这个层面上去理解呢 它特质是控制权的这个收购啊 那么与一般的股权转让啊 交易相比 并购交易呢 通常涉及到企业的控制权的转移 所以呢 是这个基金常见的一种啊 退出方式 所以这个并购啊 要么是兼并 要么是收购啊 也是我们这个退出方式一种啊 前面那个奈及鞋 第二 主要讲的是通过上市和挂牌啊 各种方式啊 那么在这里面呢 就是并购的这种方式 那么并购退出的流程和方法啊 如果当这次基金采用并购的方式 退出企业啊 的时候呢 作为卖方参与交易啊 从卖方 也就是被出售企业呗 出售方的这种角度来看 并购的流程呢 有这么几个步骤啊 至于这个并购呢 有一个买方和卖方的两方面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主要是从这个 股权投资基金啊 它作为卖方 它的这个步骤 第一个 前期准备啊 呃 有意义要以并购方式出售 所投资企业股权的时候 需要找到一个潜在的收购方 是吧 你可以把你这个东西给卖出去 你找到一个买家啊 和这个收购方接触之前呢 需要做以以下一些准备工作 第一个 选择并购的顾问啊 呃 主要是这个顾问呢 不是一个顾问 一个是会计师 律师和投资银行 这三个往往都是在一起互相帮助的 是吧 会计师是做财务上的一些审计啊 律师是出一些法律一件事啊 投资银行就证券公司啊 它是涉及到一些具体的一些流程的问题啊 以证券公司为主 投资银行为主啊 以那个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的会计师和律师啊 为辅 这是叫做并购的顾问 呃 这都属于从并购来讲呢 他也是属于证券公司的这种投资银行业务 第二个呢 就是准备营销子材料 找到顾问 第二个呢 你可以准备呃 把自己包装一下卖出去啊 营销材料呢 主要是包括一些出售方的一些知情概要和信息备购物 知情概要呢 说明这个企业的优势啊 就是卖家啊 老王卖华自卖自夸一下呗 是吧 说一下这个企业有多好啊 适合收购房整合有时 就是我这个东西啊 你要把它买走以后 对于你这个企业实际很大的补充啊 你比如说有一些互联网企业啊 有些互联网企业呢 他可能对这个线下的这个交易啊 不是很了解 假如某些互联网企业 他想把这个触角深属到线下 他想把这个线上和线下结合起来 那么他可能会需要啊 找一些传统的这种啊 经营这种企业 比如说商贸公司啊 超市啊 大商场呢 互相该作为一个补充 那么在这里边 假如说我是有一个这个 做一个传统的这种啊 商贸啊 往来的这样的商贸公司啊 那么可以说我对这个线下的正常传统这种啊 交易呢 商品交易呢啊 比较感兴 比较有信念啊 那么我可以说自己的优势啊 你把我并购了以后 那么对你这个线上交易也是个补充 然后呢 以吸引潜在的战略收购者啊 信息被谤物呢 是为了固域犯出售方的一些信息屁股啊 提高信息的这种治疗 第三呢 就实施营销行为啊 在这个阶段呢 投资银行将联系有针对性的啊 这种买家 所以这个投资银行呢 他是负责去卖去啊 他去联系买家 联系买家以后啊 然后呢 去找这个基金 你们去谈 我这个基金手里边有这个公司啊 30%的股份啊 这百分之 这个公司有多少多少 我把它卖给你 当然你这种并购的时候呢 那你这个基金呢 他肯定要谈到一个原始的这种投资的问题 最开始投这个企业的时候 可能又投了100万 现在呢 有30%的股份 这个企业已经发展壮大起来了 已经可以把它包装一下 把它卖出去 就好像这个姑娘可以出家了一下 从这个最小的小孩的时候就开始养的 什么养到养到大了以后 他就他就嫁人 那好吧 这个这个采礼钱收多少 这也是一样 所以呢 这个要去买一些啊 合适的这样的买家 还要卖一个好价钱 那么第二个 尽职调查啊 双方呢 有着信息不对称 尽职调查呢 可以减少这种信息不对称 所以这种信息不对称呢 就是互相不了解 你骗我 我骗你 什么 你忽悠我 我忽悠你 你作为卖方来讲 都说好的地方 不说坏的地方 买家呢 也可能有 也有着优势和劣势 可能对 对你这个东西 不了解 所以呢 这个信息不对称 那么尽职调查 可以鲜少啊 这种不对称 降低买方的这种收购风险 所以呢 有意向的买家 注意 买家对被投资企业 进行定制调查 其实这个被投资企业啊 他呢 总是被被别人调查 你这个被投资企业 其实就是那个 最开始的那个目标企业 最开始这个股权投资基金的时候 对这家企业很小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定制调查过一番 现在又有一个大买家 这个小企业已经开始上大 长大 长大的时候 要卖卖人的时候 那你这个买家也要调查 然后第三 价值评估阶段 那么收购方和出售方 核心内容就是估值的问题 那都是啊 所以这个最开始也是一样 就像这个股权投资基金 最开始给这个目标企业投资的时候 会也有一个估值的问题 这都是谈判的合议 就是你这个估值 合不合理 估多少 估值合理了之后 我们再坐下谈 就是这个闲 十个亿 大家都认可 我们再坐下去谈一些细节的问题 这十个亿什么交 分级市交 多长时间 违约责任 输送怎么办 出现问题怎么解决 那都是后果 是吧 所以资产评估呢 一般也是委托独立的评估机构去完成 价值评估的目的 就在于计算出这个股权基金并购退出的这个价值的氛围 最终的评估结果呢 由双方在基础上协商得到 这肯定是涉及到一个讨价还家的问题 然后四就是履约 协商履约 支付方式 期限交接方式 有关手续的办理 这都是一些其他的细时末节的东西 但是对这个合同也比较重要 所以应该这个双方也要经过多文的谈判才能达成 那么最后呢 办理一些交接手续 所以这个并购啊 它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就是无论是重古也好 还是并购也好 等等 涉及到这些大的这种资产 从资产的转换 甚至这种并购啊 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完成的 那么在这个时间的 漫长的时间的谈判的过程当中呢 就有着很多的不确定性 所以呢 不是说每一次这种并购都能够成功 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并购啊 到最后是不了了之 是不成功的 少部分的并购行为 最后是能够成功的 那么第五个呢 就是了解回购的流程和方法 注意这个回购和并购的区别 并购呢 是把啊 这个企业的股份 卖给外面 外部的另外一个投资者 那么注意回购的概念呢 通常是由被投资企业大股东 或者是创始股东 出资购买股权投资基金 所持有的企业的股份 从而使得时间推出 所以这个注意 回购和并购的区别是一个是卖给谁的问题 谁买的问题 并购是把自己的股份 或者是整个这个公司 卖给另外一家 另一家 投资者 另一家投资者 出钱去并购目前的这个企业 那么回购是谁给回购 或者叫购回 是由大股东 比如说我 我占有10%的股份 我把这10%的股份 我直接卖给大股东 大股东是某一个个人 或者是一个集团 不管他是谁 我把这10%的股份卖给你 我最开始是投给你100万 假如说我最开始投给你100万 那么你投五年前 投你这个公司的时候 你这个公司的价值是1000万 公司经过禁止调查 经过估计评估 我们双方也签协议了 我投你的公司价值1000万 我投你100万 我占个10%的股份 这是五年前 那么经过五年的发展 这个公司已经发展到非常非常大的 互动我也进行扩张 目前的这个价值是一个亿 公司价值一个亿 那我这个股份我还占10% 那我现在的股份的价值就已经1000万 我1000万不卖给别人 我卖给大股东 你大股东买回去 花1000万给我买回去 那么这个呢就叫回购 那么管理人为所投资企业 效益未达到预期 或者是被投资企业 无法达到投资协议中的一些特定条款的时候 可以根据协议要求 被投资企业回购股权 从而实现推出 所以呢 我们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一张这几节的这个国际的层次安排 为什么IPO放在最前面 因为它是首选 IPO不行的话 我那个司机单板挂牌 是吧 司机单板挂牌不行的话呢 我以这种股权转让的方式转让给别人 那么我可以用并购或者是回购 那么到回购的时候就已经很不好了 就是往往就是没有达到要求 比如说原来呢是说五年上市 原来承诺我五年上市 但是五年上不了市 我不可能一直等着你上市 等到你二十年上市 那我这个企业我还干别的 所以呢 你没有达到这个五年上市的要求 那么你大股东 你有义务去回购我的股份 你让我退出去 另外一个呢 有可能你这个公司业绩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这几年业绩增长率呢 并没有爆发 或者是市场占有力也不够 你这个企业说白了就是 没有达到我之前去先估计的那种 那种发展的那种势头 那么你大股东也要回购 所以这个时候他虽然是能够退出 但是其实到了回购的这种层面上的时候 你这种退出呢 可以说是并没有完全的达到你预先的这种投资目比 肯定不会这个收益那么高 这个极个别情况下 有可能这个公司就是没上市 但是这个公司确实发展的很大 这个没上市呢 有其他方面的因素 但是跟这个公司业绩没有关系 公司的价值还可以增长 那你这个目标可能能达到 那么你只要是挣个钱就可以了 你不见得非给上市 什么我这个资产 我有个十倍二十倍的扩张 那也可以达到我预先的目标也可以 不见得非给上市 更多情况下是没有达到这个预先的目标 所以呢 这才有一个回购的条款 这种回购条款呢 是为个保障股权投资基金退出的这样的一种条款 那么发展界段被投资企业对未来的企业 未来潜力看好 持股呢 可能上市企业的独立性的也可以通过协商主动回购 股权实现退出 也就是说你这个大股东呢 可能有点后悔 就是我之前小的时候 确实那个时候缺钱 没办法工资都开不出来 拿一百万的给我接接口 现在公司已经发展成很大了 是吧 已经变成一个资产商议的这样一个公司的话 一想想当时股权投资基金真行真黑 给了我一百万就占个百分之十的股权 到现在这百分之十的股权都已经差不多能有一千万了 再这么发展下去 那给给他多少 另外一个呢 他要考虑这个独立性的问题 你总成现在我这董事会里边发言 自手发脚的干预我 所以干脆 我现在我给你买回来得了 是吧 你被你踢出去 你别来赞我这股份 所以这个公司就我自己说个算 也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两种 所以这种回购 既有可能是支协 按照这个协议 按照这个投资协议 N年嫌就已经有的这种回购条款 处罚回购条款 使得股份股权投资基金 他呢 要求这个回购 大股东回购 这个呢 可以是一种期权 相当于这个股权投资基金行权 另外一种呢 就是反过来 目标企业 这个股东 他自己 起出来 主动起出来 要回购 那么回购的流程的方法 第一个呢 就是基本的运作程序 发起 第一个就是发起 发起人呢 既可以是基金 也可以是股东 管一成 发起人选择时机 提出回购要预约 所以我们前面说了 就这个发起 谁牵头都行 是吧 基金牵头发起 回购也可以 那个股 股东 管理层发起 也可以 然后第二就是 发起来 我提这个事 咱们谈一谈 这个股权的事吧 然后第二就是 双方学商 那当然 这是一个各种利益 博弈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谈判环节呢 也是比较紧张的 那么价格 这个股权的价格 是重中之中 目前我们公司 有什么一亿股 这一亿股是按多钱算 是吗 是按一块钱算的 还是按五块钱算的 那么股价的定位 符合当前市场的 基本行情 也要满足各方 主体的基本要求 定的太高 那买的 买卖方 肯定是受不了 卖的方合适 所以这个 这个定价 买卖双方 都能接受 然后第三呢 就是执行 执行 执行回购协议 进行相应的这种交割 交割之后 变更登记 因为你这个股权变化了 是吧 股东明确 也要重新换 工商那边呢 也要重新换 所以这么个 四个过程 那么第四节呢 就是清算退出 清算退出呢 相对来讲呢 是质不理想的 一种退出方式 那么在这里面 考章呢 只有一个理解项目 清算退出的流程和方法 那么清算呢 是指企业结束经营活动 处置资产并分配的行为 清算最初呢 是股权投资基金 通过被投资企业 清算实现退出 主要是针对投资项目 未获成功的 一种退出方式 就之前的退出方式 有可能有成功 有可能不是特别成功 但基本上是全身而退 最起码我最开始的资金 并没有得到什么损失 只不过是多挣少挣的问题 可能回购的时候 这个会没有达到太理想的状态 少挣了一些 IPO的时候呢 那可能很理想 挣得比较多 那么你到清算的时候 是一种完全被动 这个企业根本就干不下去 要破产 那你根本就实现不了争执 到最后 你补亏损 再加上这个清算的费用 再加上一些债权人的债 你要还 到最后整个这个公司 完全资不给债 你可能一分钱 你都拿不到 那么清算的退出方法 破产清算 不能到期清算账务 依法宣告破产 那么你这个时候 由清算主进行清算 你到时候算不出来多少钱 你比如说就像我们这个东西 到清算的时候 这东西不值钱 整个这个大屏幕也不值钱 我面前的这个摄像机也不值钱 第二个呢 就是解散清算 就是企业的股东 自主启动清算程序 一个种是自然死亡 一种是自杀 是吧 这两种呢 可能都不行 就是企业是干不下去的 所以一个是破产 一个是解散 那么退出清算的流程 第一个就是清查公司财产 自令清算方案 既然是要清算 不会是破产呢 还是解散 那可以看看我们公司 现在还有多少东西吗 给核算一下公司资产呢 这房屋啊 人员的设备技术 包括银行的存款 这都查一查 然后制定调查公司清算 调查和清理公司财产 这是第一步 我们说A 然后B制定清算方案 C提交股东大会 统卧或者报主管机关系确认 这个流程 我们要了解一下 这是第一个 清查公司财产 资金清算方案 第二个呢 是了解公司的债权债务 第一步呢 是摸一下公司的家里 看看还剩下什么 第二个呢 看看还欠多少钱 是吧 为了看这个清算的目的 有权处理 尚未了解的一些业务 就这个清算主啊 权限是很大 到最后 你这有些业务可能是很挣钱 但是没办法 为了清算的原因 由于清算的原因 你就接业务干脆不住啊 就停止了 那么收取公司的一些债权 别人献咱们公司的钱 能收就收一些 那当然咱们献别人的钱 这就是债务 一方面有债权的情况 别人欠我们多少钱 我们又欠别人多少钱 这个就是了解 了解公司的债权和债务 不是了解 而是了结 要结清 然后清偿债务 是吧 这我们不多说了 第三 分配公司的剩余财产 是吧 清偿了全部的债务之后 如果还有剩余的 清算主才能够将剩余财产 分配给包括股权投资在内 基金在内的普通 这个时候也是 假如说我们剩完以后 还剩下100块钱 整个这个公司的清偿债务之后 就剩下100块钱 那好的 按照这个股 股东的这个比例 你去分嘛 你这个 你大股东能多分点 那么你这个股权投资基金 可能就占10%的股份 那好 最后给你10块钱 整个这个鞋 最后就就上10块钱 很有可能 那么依法 约定的分配顺序和份额 按照约定进行分配 如果没有约定 就按照比例 股东之间有可能说是 先给你分 或者先给他分 如果有这种约定的话 那就按照约定来 没有约定的就是 按照比例 你的比例是多 你就多分点 那么好 以上就是我们整个 这个退出 转让这种方式的 这种 这种清算 到这里面 整个这一张 项目的退出的 这种方法 到这里面 就给大家介绍完毕 大家休息一下 再见 然后再来一会儿 就让你休息一下 感谢观看